各位全球云端共秀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那年一千日的第四十一日 我们要总结十番显见的第二番 显见不动 这一番呢 佛陀请这个乔晨儒来分享 他当时开悟的因缘 他说因为我悟到课程二字成果 那我们从这一段呢 可以知道 克跟诚代表的是一个生灭的境 克代表的是外境 不管是人事物一切的境遇 都像客人一样来来去去 无有停住 成代表的是我们的内生 我们忙里忙外忙进忙出 牢牢陆陆了一辈子 其实他也是一个无常之相 如果我们在这个外境跟内生当中呢 能够明白自己的内心 如如不动 极然常住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得到了一个开悟的因缘 所以佛陀最后呢 做了一个总结 云和如今 以动为生 以动为境 从始至终念念生灭 好 那我们过去呢 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就追逐了沉静 追逐了这个动的状态 而搞得自己很疲劳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佛陀就特别讲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这个心 但是我们却把它搞丢了 因此颠倒行事 如何颠倒呢 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心真心给丢掉 而任物为己 任什么为己 任克尘 这个深与静为己 所以随之而流转 随之而烦恼 随之而生念 随之而起起伏伏 在三界中 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的生活 家家有本难念的基因 你问自己到底在烦恼什么 不外乎就是这些 儿女情长恩怨情仇 那我们自己的内心呢 始终啊 都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生命的主角 乃至于定位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是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以来呢 就会产生了烦恼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呢 发现哦 原来呢 这个生命啊 不外乎就是这样子 搞不清楚自己是主人 就会反客为主 被客人占据了我们的主导权 被境界 牵着鼻子走 所以我们就要练习 遇到任何的境呢 要拿来 就是作为练习 看看我们的真心 是否能够现前 那接下来呢 师傅用一个 这个影片呢 大家来练习一下 画面中的这个男子啊 他本来在喝牛奶 结果呢 遇到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境界 所以呢 最后牛奶呢 跑到别人的手上去了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刚才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 旁观者清 你有看到这个画面中的这个女生 这个女孩子 她有任何的表示吗 没有 她只有看着你 楚楚动人的看着你 你自己面对这个静 就开始自己的心里面 就随着她的这个表情 就开始想她一定很想喝 她这么可爱 那我呢 就愿意甘心为她来掏心掏肺 都没有关系 所以最后呢 在你的心里面一动了之后 那她就这个手上的 这个牛奶就给了她 给了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结果呢 真相大白啊 原来她是一只猴子 那你经过了这么多年 你才发现事实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看不清楚事实 到底是什么 在遇到境界的时候呢 总是看走眼 总是做错误的判断 我们就要在每一次对静的时候 要先冷静下来 停 看 停 那当你完全对于静呢 你可以保持清醒 保持冷静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了事实的真相 就像这个欠扁的小孩这样 她是哭 你先观察 她到底在哭什么 她的哭是什么原因 她的目的是什么 她是一个最高的眼睛的演员 最厉害的大片集团 最可爱的魔王 她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心 哭得这么的痛苦 感觉好像你不照顾她 天都要塌下来了 那我的心呢 有没有在这个境界 现前的时候呢 哇 我的自己的心啊 失去了正脚 就着急呢 所以佛陀就讲 当你失去了自己的真心 而任务为己的时候呢 结局就是轮回 轮回于其中 其实这一切的轮回 都是自己找来的 自取流转 就是自找的 所以在这里呢 拐个弯来骂阿南 阿南你这一切的轮回 你遇到了摩登前女的沦陷 其实都是你自找的 你不要怪人家 跟你抛媚眼 也不要怪人家使出邪咒 来迷惑你的心 自己守不住自己的心 那能够怪谁呢 所以一切的轮回呢 怪天怪地啊 最后还是得要回到自己 到底为什么会失去 这么珍贵的这个真心 好 那所以呢 有时候啊 我们遇到很多境啊 都是在感叹说 啊 怎么遇人不俗 或者是事事不如意 为什么老天爷捉弄自己 别人都没有遇到这些事 就偏偏就会我遇到 别人都不会遇到诈骗集团 都不会遇到不对的人 就偏偏我会遇到 那我们要问自己 当我面对所有的境的时候 你的智慧到哪里去了 能不能够开始用真心 来正确的去面对所有的境呢 如果有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会开始翻转 我们的人生 而逆转轮回的宿命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阿南和大众听了之后 非常非常的舒泰 身心泰然 就好像呢 心里面的一个结 心里的 很多的这种烦恼 或者是白思不得其解的一切的过往 这些前程往事 在心里呢 突然找到一个出口 所以呢 这个心啊 突然就叫做泰然 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通体舒泰 心不再像过去这样子 总是呢 遇到很多的状况啊 就走不出来 好 那我们自己啊 如果面对这些境 好 如果你觉得 都不是应该自己受的 而是这个世界造成的 环境造成的 我的命运 这种是呢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 那如果你的心不会 用这种方式来转化的话 你累积的所有的烦恼呢 到最后会没有办法承受而崩溃 所以现在的社会呢 其实大家的挫折容忍度很低 是因为啊 我知道啊 自己 不知道自己其实可以面对 而常常都属有这种被害者心理 那当我们一直处在被害者心理 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那大家都对我不好 那或者是为什么别人都不会碰到这些事 就是偏偏我碰到一定是我的业障很重 那你用这种心呢 来面对的时候 你的每天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多的烦恼很怨恨 所以所有的不满呢 到最后没有出口就只会自伤 或者是轻者痛 愁者快 所以呢 听闻佛法非常的重要 阿南跟大众呢 听了之后 哇 终于把这个心里面的真正的纠结点啊 解开了 身心泰然 当然还希望可以再进一步的来努力 因为他发现原来从无始以来 为什么轮回呢 重点就在于失却本心 妄认原成分别隐世 把旺心当成是自己 把这一切的梦幻泡影之事啊 这个像影子的事情呢 那把它当成是真实的 所以呢 都过不去 都没有办法化解自己的累积 所以呢 他就现在就知道 哇 这个实在是太殊胜了 今日开悟如师如儿 呼吁慈母 就像小朋友流浪了 他找不到他的母亲 他觉得非常的可怜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着急 现在呢 突然一下子 哇 见到了妈妈 哇 哭出来 是心里面的那种不安全感呢 就突然找到了一个依靠 所以呢 就非常感动 来跟佛陀顶礼 所以呢 这是以上的一段 这个阿南跟大众听完了之后 他的重点呢 就是啊 我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但是呢 当然还要继续来更深入的探讨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会进入了第三个主题 那希望呢 大家就是这一个礼拜以来 我们讨论的课程两个字呢 现在啊 总结 希望大家呢 能够很勇敢的去面对轮回 然后呢 有信心 这一生一定可以翻转轮回之向 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哦 师傅你好 我是芝琳 刚刚请您这样回答 好像是刚好是我要问的问题 对 因为那个 听了前面的那个一大段以后 觉得说任务心明 然后错用了忘心跟那个攀原心不断 然后让自己的外境忙着团团转 内心也很忙 然后你又不懂得说 赶走那个客人 还有打扫你那个成功 那可能是因为没有决心的关心 那你累积很多烦恼以后呢 你就会变成一种心结 然后你又没有打开的话 那是否有一天 你会变成一种身心失衡的状况 然后产生一些疾病 你并不知道 就像说现在的那个焦虑恐慌 忧郁 遭遇 失眠等等 那如果说求助心理医师的话 就不晓得有没有效 那像现在我们在读 这个一千日当中要读这个嫩眼睛 我们应该要抓住什么样的重点 然后检视自己一千日以后 发现自己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以上是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实际 就是你在问这个嫩眼睛的药效 是否真的可以彻底的解决 我们所遇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每读一小段 如果在这一段当中 你会找到一个入处 这些修行很简单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心 但是问题是我们入不了自己的心 那个叫做入处 就是修行的下手处 到底要从哪里开始修 哪一个点可以让我们真的可以 好像抓住了一个服务周一样 就是快要溺毙了 快要溺水了 然后是有什么可以救得了自己 那有时候呢 这个我们的病啊 它不是一天两天累积来的 就是都好久好久的 需要好久的了解 可是嫩眼睛很厉害的是 就是我们有分成两种修行的方法 一个就是顿悟 顿悟自心治疗成佛 一个就是建修 一个是理上可以很快的明白 那愣眼睛呢 他刚好就是这两者的兼具 就是他在道理上呢 只指争辩 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 哇轮回呢 可能现在很多人呢 他会去求助于这个命运啊 或者是去算命啊 或者是他会去找很多的原因啊 就像阿南他遇到摩登前女 可能呢 如果没有学佛啊 我们遇到我们自己的摩登前女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说啊 是我欠他的啊 啊我嫁到了这个人 我娶了这个老婆啊 我生在这个家庭 这个就是没办法啊 这是我的宿命啊 那遇到的能怎么办 只能认命了啊 那问题是认病呢 如果我们在累积的 还是恩怨情仇 那爱的人呢 我爱得不得了 恨的人我还是恨得不得了 不愿意原谅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增加的是更多的轮回的分数 那所以呢 刚才提到 志玲提到的是 我那个客人 我怎么怎么把他赶走 那其实呢 这里讲到的客人这件事情 你不要赶走他 因为你赶走他 你就跟他结更深的缘分 所以我们 你看我们心里面呢 遇到了很多不好的事呢 为什么他一直在干扰我们后面的人生呢 因为你就是太在意这个客人 你每天都一直很讨厌那个客人 一直想要赶走这个客人 其实就是加强他在你的生命中的重要性 那怎样才会把不速之客呢 给赶走呢 就是默然顾 就是当做他 一点都不重要 他一点都不会影响你 他自讨没趣呢 他自然就在生命中呢 就会慢慢的退失他的影响力 那不管好客人也好 坏客人也好 如果我们始终呢 都是一直要去排除他 或者是执着他 那其实到最后你会很 失去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呢 其实楞严晶的厉害就是他直接就叫我们啊 你就知道你自己最珍贵的是什么 你守住了你这个最后的这一道防线 要问问你自己真实的生意 而不要问人家觉得你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因为我们其实背负了很多人的看法 很多人觉得你应该要如何 很多人的期待 聪明的各位 其实你都会知道 当你在意的人 他在意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你要变成那样子的人 还是维持你自己的心 其实你是知道的 只是因为你太在意那个人 所以你不得不说服自己 放下你自己原来的样子 然后呢 就委屈求全 如果你真的要委屈 如果你真的要顺应这个境界 那你不可以怨恨 这是我该做的 这是我觉得欢喜的 那如果你觉得要用这种方式去延续我们的关系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心不可以产生 让自己痛苦的念头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一个入处 那个入处是什么 就是你的心 随时照顾好你的心 而不要管那个客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要不要去把他赶走 还是把他留住 还是去招呼他 让他觉得他是很棒的世界上最得宠的客人 那毕竟都是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沉 施施情浮事也是可以 为了不要让自己的沉累积太久 累积太多到最后变成够 就像这个排油烟机 如果大家有在煮饭 你就会发现那个上面的那个垢啊 那个厨房用久了就是会粘住 那粘住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啊 那个油本身呢 它有不好的成分 经过了高温之后 它慢慢的就会有一个坏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到最后呢 就会粘着 那我们的心也是如此啊 如果你每天都能够呢 一点点一点点的去清 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问题是呢 很多人这种心理的疾病啊 它都是累积 累积到后来呢 它到最后承受不了的时候 已经很难处理了 你治疗也是一个方式 就是去找一个你信任的心理医师 好来跟他谈一谈 那因为医师呢 他有一个这个专业的训练 所以他可以给你适当的去做一些疏解 好那这个行为呢 当升起的时候 我们是有病逝感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看医生 但是问题是很多该看医生的 他不愿意看医生 因为很多 尤其是这个中国的社会 我们东方社会 觉得看心理医师就是不正常 神经不正常 所以会有很多奇奇怪怪 各式各样的原来的价值 来控制自己不愿意去看 不愿意去正常 经过正常的治疗方式 那我们就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 什么方式都可以 你就一直试 试到你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 但是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知道呢 他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现象 那发现 即早发现即早治疗是好事 发现了是好事 有烦恼是好事 因为你发现他 否则到最后我们起烦恼 不知道烦恼 那就是已经被烦恼牵着鼻子走 到最后失去理性 失去了自己的心 那一定是轮回 所以这其实都有很多层次 那今天提到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有一个很好 很殊胜的一个发心 就是愣眼睛真的可以治疗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发心认识他 认识他的之后呢 让不同层次的人都可以在这里面得到受用 所以特别邀请大家一起加入 我们要弘扬愣眼睛的行列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也是现在这个时代呢 很需要的一个法的礼物 还有这个心理治疗的方式 以上呢 简单回答 感谢师傅 师傅吉祥 中安这边有 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 想要请师傅开始 因为师傅从开始 云端课程开始以来 然后就我们就是要上啊 然后中安现在就是 因为师傅有说三百万嘛 我就就拼了就工作啊 然后家庭 然后又又要做订课 其实有时候都忙碗的都蛮累的 然后都已经把这个订课 就变成是一个常态性 然后我们礼拜五的时候 有第七组我先预言 然后我师傅 那个在说叫我提出问题 结果我脑带一片空白 我才知道严重性 我已经把那个变成 好像只是 只是用功啊 而且好像没有 发自内心的是想要了解 那个师傅在讲的那个 内容经的那个里面经文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严重的 请师傅开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的订课如果太多啊 你就 对是蛮多的 对你的订课如果太多 我知道你好像参加了两场 那你就调整其中一场 就是要记得我们那个发的是长远心 而且是要让自己 就是在做的时候 你去看 你不要起烦恼心 那基本上呢 就是叫善调身心 以前这个佛陀的时代 有一个出家师傅 他也是像中安这样很有善根 他觉得精进就是都不要睡觉 所以他就一直呢 就拼命的在诵经啊 经行啊 诵经经行 而且呢他这个以前是那个贵公子 所以他从来脚都没有在踩过地的 这样子的贵公子 结果他出家了之后呢 就经行到破皮 所以他经行的那个路上啊 都是血 就是那个泥土跟血混在一起 就是这个整条路都是血迹斑斑 看起来很可怕 很惊悚 然后他就很起烦恼 他就很想回去了 他说我是不是不适合修行 佛陀呢就看他要退道心了 他就问他你以前在家喜欢做什么 那他说我以前呢就是最喜欢弹琴 就是弹那个竖琴 那佛陀就问他说 如果琴那个弦绷得很紧会怎样 他说这个会断掉 那那个琴呢如果很松会怎样 他说这弹不出声音 所以呢他说其实啊我们的修行啊 也是要像调琴一样 有时候很紧张 有时候呢要松一下 急缓得钟 就是要行钟到刚刚好 所以其实呢有时候你要看你自己的状况 我今天精神不错 我这个有休息 充分休息 因为有时候你的工作比较多 很忙很累 然后你真的呢要休息啊 可以怎样 就是我们今天开一个 开一个那个诵经的时间 把诵经时间当休息 你说哎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都只是念而已 没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休息之间 好所以其实修行啊 他就是要用休息的状态来休息 你就会长久 好那那个送完经呢 哎你的脑中呢 刚好一片空白 你就去睡觉 那那个就是最好的 所以你现在的状况是很好的 那只是我们的心需要一点时间 好慢慢的去做很多的调整 因为我们的身心要调整啊 哎睡觉是一种调整方法 可是如果我们带着烦恼去睡觉 会睡不好 所以呢在睡前呢 可以送个经 那这诵经你就跟着这个经 然后慢慢让自己呢 哎比较舒服 那不要用勉强的方式 把它当成是休息 而不是当成修行 你就不会有这种压力 那如果真的有时候真的太累了 一边诵经一边都在打瞌睡 那怎么办 那你就去偶尔去睡觉 也没有关系 因为真的太累了 我们会起烦恼不要用烦恼心勉强自己 那偶尔调个身 调个心是很正确的 然后也很正常的 那这个调整呢 其实不表示你懈怠 怕的就是你一下子断掉 全部通通都放弃了 最可惜 所以呢要常常鼓励自己啊 油就是多的 就是减到了 加分 那这样子呢 你就会觉得你每天都很有功德 那有些不好的事情 通通都会离你很远的 你要知道这个是 学佛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 就是我们的正能量 在修行的时候呢 它一定会让你在生活中 感受到 它会回敬你 你的真心会回敬你 会让你觉得 哇真的越来越好 所以刚刚开始有这种 觉得疲于奔命 那你就要调整一下 你送进的心态 而不是调整 哇那我就不要送了 这样子就很可惜 那愣眼镜没有想法很好啊 有什么关系 这个你今天提出来的 就是非常好的想法 所以呢希望大家 就是可能很多人跟中安一样 就是也有这种问题 就我就拼命一直拼一直拼 好像为了某一种任务而努力 不知道在冲什么 那是刚刚开始是这样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在冲什么 但是呢我相信会越冲越明白 好谢谢 谢谢中安的提问 非常好的问题